陈丹今年29岁 是城南中路社区书记 外表娇小说话柔弱 但是拿着铲子缠起血来 却巾帼不让须眉 自从长沙市出现冰雪天起来 除了陈丹之外 社区还有八名女同事 跟她一起组成了缠血娘子军 时刻准备着 只要社区辖区范围内的路面有鸡血接冰 就立即上路途冰缠血 只要有鸡血我们就出来了 城南中路社区部主任周桂芳 纪念54岁 也是娘子军中的一员 因为家住的较远 自从冰雪天起开始 就一直没回过家 聊天中记者得知 周桂芳的儿媳 这个月刚刚生产 目前还在坐月子 孙子刚刚出生 没能陪伴在身边 周桂芳内心多少有些愧疚 不过好在儿媳 通行杂理 很支持周桂芳的工作 我儿子的月母娘来了 亲家母来了 三十年都是这样做的 家人都支持 在今天 娘子军中包括 陈丹在内有好几位是年轻的妈妈 三天没回家 此刻他们对孩子也是满满的思念 两岁多一点 那你小孩现在怎么办呢 孩子的爸爸带 他爸爸带得好吗 没办法 只能够克服一下吧 还平常的话 有跟你分开过这么久吗 从来没有 长这么大了 这是第一 就是想着这个长安学 就赶紧回家 谢谢 谢谢 妈妈 妈妈 怎么没回去 哭了五点了 本来是这样的 妈妈用的 这军啊 走得好就好 虽然三天没回家 娘子军们有泪 有思念 但是自己的劳动成果 能让市民朋友 安全畅通出行 娘子军 铲雪队的成员们很满足 一个事都没出 我这个桥一个事都没出 这不出事啊 我们就高兴 心里就很高兴 开心啊 雪挺严重的 我们开车 都有点开不上来 对吧 但是我觉得 像他们把这个雪踩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好 感谢他们 我们女同胞也是非常棒的 辛苦 我也想